這次是S10的一個亮點之一 個性化的加點 我覺得要簽字耶 簽字超讚 你一定要跟我打完 你打完就對了 歡迎來到我們的三國之戰月板時間 先帶大家看一下世界戰場的情況 我們現在世界戰場呢 因為我們就是這一季S10的目標 最重是要進去漢中裡面 我們現在已經在泉水這個地方 然後也有一些人已經進這個資州 我在衛星這邊看到了幾把刀 我們看一下幾把刀 現在目前是七把刀呢 那我們從五都開始看好了 五都這邊木門 就是我們現在的戰場 我們可以看到木門這邊呢 有這個敵方的人正在這邊啊 他們叫太初 然後目前我的江維已經到這裡 我正要去往我的前線這邊打架 那我們這邊就是現在就是在清這裡的營長 希望可以把他們趕出去 那我就覺得實際有點不凡 那木門就是我們現在 也算是今天 昨天 我就近幾天的這個主要戰場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地方打架 農地的人現在大致上都在這邊打架 然後 我們現在在五都這邊 然後我們等這邊清空暖之後 即將前往漢中推進 就是第一把刀 然後再來是衛星 衛星看到了有六把刀 我們從最左邊的看起來 這邊看起來是這個 裝置凌雲喔 然後給我們的勇 發生了碰撞 欸卡了非常多門神耶 就在這 這邊卡的叔叔的 防守非常的岩石啦 然後從就是這裡 從這個安陽的地方呢 就是沿路防守蓋隱障到 第一個刀的地方 然後緊接第二刀往右邊一點是金色的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他們鋪過來了 這邊跟這個裝置凌雲 一起在這裡 鋪兩個猛帶著人 感覺是這裡蔓延過來的 欸不可能 喔這是一個轉季點 然後第一個點 然後第二個點 然後這裡 因為畢竟就是 第一個點 然後第二個點 然後就往前推進 所以這整個是中繼點 所以他們也是從 就是從這邊慢慢的過來這邊 OK下面一點 看一下吸塵線這個刀發 是什麼事情了吧 這邊也是裝置凌雲的人 那看起來裝置凌雲的人 這個人的節奏挺快的 那這也可能算是他們的第二個中繼點 因為從那個平行線 然後他們估計他們 就是也有一些人從西層那邊過來 這邊碼頭已經開了 那這邊碼頭開了的話 然後可不可以去多方面推進 然後看一下上優 上優線感覺是他們的 起始的推進點 沒錯就在這 那他們 看看喔 好 這裡的 戰蒼熊 OK 這裡戰蒼熊的人 在這 戰蒼熊的人在上優線 往前推進在這 欸 他的腳步都很快耶 很趕緊的要進來 然後再看一下最後一個刀的地方呢 最後一個刀的地方 在倉位這邊 這邊有陳希萌的人 然後在這邊是 還有鬼萌 欸 正好看到這個就合到 可以跟大家特別的再說一下 這一次X10的一個亮點之一 就是 渡河的地方 也有三道可以建造 比如說這邊碼頭打通好了 但是你這邊焦灼不下 那在這邊呢 其實可以建造一個 渡橋 但是它渡橋的 耐久度是只有兩千 那它耗時的話 是一天的時間 然後會耗費就是國家的 各種資源15萬 然後這在建造的期間呢 就可以助手 然後沒辦法通過 或連地 或是攻佔其他的地塊這樣 這也是一個多方面開戰的 一個 新的 戰術啊 那像是就是這個 山道跟渡橋 在國家裡面 最多可以建造兩個 就可能比較緊急的時候都可以哪用 來 我們找到一個山 剛剛好在這邊 山道在這邊 然後它的耐久度 是跟那個渡橋一模一樣樣的 那最多就是持有數量 最多就是 渡橋加三道是兩個 因為像是 其實大家都會卡城嘛 就當門神之類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有 可以利用一些地形的優勢 然後去開這個山道 說不定就直接貫穿大家了 那我目前就是我們某裡面的人 就是還沒有建造 所以還沒辦法給大家看 然後這一次 就是S17有個就是最大亮點就是個性化加點 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就是前幾天又稍微點了一下 就我現在目前的個性化加點 我是這樣子點 我現在是冰道是點了這個3 然後王毅1 然後軍用還沒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冰道是怎麼點 我是選擇就是真兵的消耗資源降低8% 因為我比較常喜歡在外面打架 然後第2個東西是點這個操練 就是真兵的速度大幅的提升 就是不僅這個資源消耗減量8% 也要大幅提升的真兵的速度 不然就是來不及大家了 那接下來後面的就是 支援個號召了 個性效果是 在銀杖中立城池等增兵時候 增加一個增兵裂堆 並減少增兵時70%的銅幣消耗 也就是如果你調動到就是關口啊 或是你打下來的城 你在裡面增兵的話 它可以減少你消耗的70%銅幣 因為其實大家不是說就是 前幾季的時候打到後面就說 如果你就是銅幣夠的話 你就不用再回家 就直接在那邊增兵就好了 那這邊除了消耗銅幣減少之外 還會再新增一個就是增兵的列隊 這也是對大家就是蠻有幫助的 如果你是常常遠增在外的小夥伴們 就可以點支援 然後號召的話我看一下 這個是在中立城池或是增兵時 提升速度18% 就是單純提升這個增兵的速度 ok 那我覺得這裡滿難選 我喜歡一些喔 這有點環環相扣 你看我是想要省銅幣 然後多一個增兵新增的 還是我在這邊增兵的時候 速度提升18% 我可能會比較傾向於號召 因為你看在支援的時候 他說會新增一個增兵的列隊 然後他雖然是減少增兵時70%的銅幣消耗 但是其實就是你在組成的話 你自己本身就有那個支援可以直接補兵過去 這樣子的話那我還要等時間 那我大步直接只是回去城裡補就好了 感覺我會比較傾向於號召這邊 好那我再來王翼我看一下 我王翼的話我點的是什麼練像 在戰鬥中獲得經驗值提升10% 因為我想要就是隊伍練得很快一點 我現在練第二隊我覺得有大大的感受 就是經驗值有提升10%之後 就是第二隊第三隊之後會練得特別快 好那這個王翼的第二個就是 就是金戈跟甲具然後這兩個效果 個性效果就是一個是特技的防具 然後跟一個特技的武器 然後會在賽季結束之後刪除 這大概是這樣 那你就選擇你想要武器還是防具囉 然後接下來就是調配跟打亂 這個防亂比較適合你比較喜歡打材料的孩子們 那調配的話比較適合你常打架的人 就是你在增兵時組成可以 調用分層的預備兵 然後他每日可以調用6000 但是如果你就是下肥之後 你沒有辦法使用這個個性的O 然後最後一個王翼呢就是這個 戰鬥中的女性武將屬性上升15% 也就是如果你要組妹子隊 那就適合用這個經驗的加成效果 好那接下來是軍用 軍用的話我還沒有選出來 然後一個是提升行軍的速度 然後一個是體力值上限增加180% 那我這邊應該會就選擇搶劍 因為我就希望我體力可以多一點 然後我還可以再按一個 有一個是牽制 但平時對方無法主動撤退 然後還有這個 生命可以使用特殊的進攻 一盾牆的狀態前進 第三點五回合我均是想35%獲得一次敵禦 欸我覺得要牽制耶 牽制超讚 你一定要跟我打完 我超喜歡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在就是先鋒斧的時候就有按牽制 強迫大家跟你打完這場架 不要在那邊給我戰品 在那邊偷偷撤退 然後又給我補兵 給你打完就對了 不要跑 那這以上呢就是這一次S10賽季的一大亮點 讓你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 你專屬的個性 然後還有你需要的東西 那最後呢我們三國之專略版的環節差不多要告一個段落 然後持續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大家就關注一下三國之專略版的本師專頁還有官方網站啦 那如果就是你也很想要加入就是三國之專略版 然後你也是對三國的IP非常有興趣的人 記得 跟我聊天室的連結下來 我們下次三戰時間見了各位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留言讓我知道喔